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想必很多人还对12月22日左右 052D驱逐舰175银川舰 现身1.2万公里之外的 南太平洋法属玻利尼西亚附近海域的事情记忆犹新 因为是远距离的航行 而且法国海军只发现了一艘052D银川舰 所以军迷们纷纷将银川舰的这种远航行为 称为万里走单旗 孤胆英雄 单刀直入 以及末日孤舰等 之后在12月29日左右 法国海军又声称 在澳大利亚东部的法属新卡里多尼亚群岛附近 发现了052D银川舰 从位置上来看 当时052D银川舰应该是要返航的 但20多天的时间过去了 也没有其他国家再报到052D银川舰的位置了 关注此事的军迷们也不确定 银川舰是否已经返回驻地休整 而就在最近的1月22日 052D银川舰的位置再度更新 有国外网友在推特上发出了银川舰的最新位置 并在地图上标注在了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附近 这一消息可以说是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军迷纷纷惊呼 052D驱逐舰银川舰跑去了美国西海岸附近 如果属实的话 这绝对是我新年听到的最好的一条消息之一了 不过根据上文所述 虽然052D银川舰最早在12月22日左右 出现在了南太平洋中部的法属玻利尼西亚附近 但之后在12月29日 法国海军又声称 052D银川舰又出现在了澳大利亚东部的 法属新卡里多尼亚群岛附近 从两侧的位置以及路线上来看 当时052D银川舰应该是返航了的 而如果如今052D银川舰 真如推特上所说的那样 跑去了美国西海岸附近 那相当于在澳大利亚东部又再次折返了 如此算下来的话 那052D银川舰此次远洋 至少已经在太平洋航行了2.5万公里的距离 以及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持续时间更是超过了90天 而当银川舰后期回到基地时 其最终航程将突破3.7万公里 几乎等同于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 而银川舰的海上连续航行时间也将长达120天 从而创造我国海军单舰单次航程 和海上执行任务时间的两项全新记录 要知道052D型驱逐舰 在18节的经济航速下 续航力只有4000公里左右 支持力约15天 所以在052D银川舰最早出现在南太平洋 法蜀玻利尼西亚附近海域 虽然法国海军一直没有发现我国的补给舰 但也可以推测 期间应该有多艘综合补给舰 对银川舰进行接力补给 参考我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的经验 120天的任务时间基本达到了舰员承受的极限 需要进行轮换 因此如果此次银川舰真的航行到美国西海岸 那么银川舰有可能还进行了 我国海军首次海上舰员整体轮换 海上舰员整体轮换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延长海军舰艇海外部署 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 银川舰是否真的航行到了美国西海岸 这有待现场的图片和视频来证实 不过银川舰跑到美国西海岸自由航行这件事情 相信国内网友都希望是真的 毕竟这才是对美国军事围堵和打压我国最有力的回击 能狠狠打击美国嚣张的气焰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离也 中国海军通过实际行动向美国表明 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对美国实现对等反制 在2023年我国的传统新年到来之前 美国已经在中国南海进行了大批兵力的部署 根据船舶自动辨识系统AIS信号提供的数据 就可以看出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经高调地前往了中国南海进行部署 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还在南海进行了相当疯狂的舰载机起降 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行动也得到了至少三艘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全程配合 除了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以外 美国海军的马金岛号两核戒备群也在南海出现 当时美军的马金岛号两核戒备群中 至少包括了马金岛号两核攻击舰本舰 以及LHD-23安克雷奇号两核船物登陆舰 这也意味着当时至少有六艘美军战舰正在中国南海进行行动 在2022年美国圣诞节的关键时刻 辽宁舰航母打击群就已经出现在了关岛附近水域 当时解放军所派出的舰艇编队 包括了两艘055万吨导弹驱逐舰 辽宁舰航空母舰 以及052D导弹驱逐舰 054A导弹护卫舰 春节期间 美军尼米兹号航母与三艘导弹驱逐舰 一艘导弹巡洋舰进入南海区域 并计划在南海举行海空返潜等训练科目 针对美国的挑衅 解放军也不惯着它 在尼米兹号航母到达南海的当天 我军早就准备好了 据官方媒体公布的消息 山东舰已进入准备状态 随时准备与美国海军一决雌雄 其实在此之前 我国的山东舰编队早就在这里 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防空反潜反舰的实战演练了 根据台岛公布的消息显示 解放军在春节当天动用战机和军舰 继续执行射压巡台的军事行动 大年初一 有九架战机和四艘军舰在台岛周边空域和海域活动 解放军在除夕的时候 也有出动十架军机和四艘战舰 执行巡台军事任务 除了震慑台独之外 也是对于美国的警告 目前 根据船舶自动辨识系统AIS信号提供的数据来看 美军在南海部署的军舰几乎全部撤离 目前 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打击群中的三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已经出现在了新加坡 而LHD-23安克雷级号两栖船物登陆舰 更是前往了斯里兰卡并且进行了靠岗 由于美军舰的连续离开 这也意味着南海几乎没有美军舰正在进行行动了 马金岛是唯一在春节期间执行战斗巡航的打击群 在南海的阴魂不散是要坚持给解放军施加压力 美军几乎全部撤离南海 看似是让中国松了一口气 但实际上美军航母在新加坡可进可出 近距离可以进入南海 远则可以进入印度洋 从而可以对马六甲海峡建立威慑 美利坚号闪电航母则是在宫谷海峡附近 从而可以恶守第一岛链的重要通道 美军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了B-1B战略轰炸机的部署 据了解 目前美军的B-1B战略轰炸机 已经被部署在了第二岛链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并且曾在1月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纳巴基地的F-1B战斗机 进行过联合行动 虽然B-1B战略轰炸机 目前只携带有AJM-158空射型巡航导弹 但是未来一段时间 也极有可能完成高超音速导弹的配置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的一则消息显示 目前美国防卫和火箭系统服务部门 克拉多斯防卫安全公司 克莱多斯公司已经签署了合约 多方将会完成一款具备侦察和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 并且将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命名为了混乱 目前美国想要完成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携带 会依靠B-52H战略轰炸机 而只是除了B-52H战略轰炸机能够完成此类导弹的携带以外 B-1B战略轰炸机事实上也是具备武器外挂能力的 俄罗斯已经拿出了多款实力强悍的高超音速武器 并且在乌克兰战场上进行了实战测试 所以目前美国也是基于在高超的音速武器上进行突破 并且要赶超中俄两国的 而面对未来一段时间 美军的B-1B战略轰炸机和B-52H战略轰炸机 都会装备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 中国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除了防空系统需要继续性能升级以外 中国也应当提升源头打击能力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